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三十年前 Ray Bakke 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 有机会和他一起 就在施耳山那里 去看整个香港 由施耳山看香港 就和山顶 看香港有两个不同的图画 施耳山看到整个香港的周围 是有很多贡人的 所有的洗字区 新村 在周围的地方 当时我们一起祈祷 就觉得香港需要有一个 特别对基层福音的一个训练的地方 巴奇大学的特点 就是以城市作为一个实验室 这个问题是城市提出的 我们就相信上帝在当中 有一个答案在 我们怎样能够从圣经里面 找到一个的答案 而是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巴奇大学的特色 保罗在宣教行程里面 基本上每一站都是停在城市 甚至耶稣的兄弟都提耶稣 就说如果你要宣广天国的福音 你应该去节旗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传福音 是要将福音传给人呢 在优先次序上 我觉得城市宣教应该是 所有教会和警察会 一个摆最多人力资源下去的地方 怎样在城市作为宣教呢 跟乡村是不一样的 跟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有一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可以说整个世界越来越小 但另一方面 我们所强调的全球地力化 城市是一个 我们教会不是很认识的 环境与文化的地方 另外在城市里面 贫富悬殊是极化的 所以如何帮助建立 弱势社群的人士 是我们其中一个教育的重点 香港很明显是一个非人化的社会 我们不是说人的质素质 我们是说你一个人有多少产品 大陆的都市化过程 每年大概有17至20%的增长 特别是农民、穷人 活在穷的地方 但是想的东西是想着 或者是消费 或者是生活的态度 是一个中产 或者在电视机里面的都市的生活方式 而我们针对都是 Quality of life 找回神创造人的形象 如何活在都市 同样如何活在农村里 盼望是训练到有心在城市的人 他们保持他们的异象 继续能够突破他们 在城市侍奉工作的障碍 大陆年代宣教走进最前瞻的 学术与实践并众的领域 这个就是柏奇大学的使命 柏奇大学 柏奇大学 又被誉为城市宣教之父的 Dr. Raymond Barkey 于2000年 在美国西雅图创立 柏奇博士曾联系超过100间城市教会 以及过百位 来自全球不同大城市的基督教领袖 在纽阳 在这个股票交易所附近 有一间很古革的教会 我看到他每天有三个时段 开放给游客或者那些人 在祈祷 无论有几多人出入 他都是照进行 他应该进行的事 我就想如果那些人 炒窗股票 在自杀之前 进来祈祷也挺好 我就想如果在香港 有什么地方也好 我觉得这个和城市宣教 都配合 其实香港如果这1400间教会 能够很清楚找到 他自己的社区 以及找到他服侍的对象 我相信全香港 福音工作 和整个香港社会的情景 都会有一番很不同的景象 在大概两年前 我们正式在香港 就巴基大学 在香港就开始一个分校 就不是纯粹单单为香港 是为整个亚洲区里面 不同的学生 包括印度 包括马尼拉 中国大陆 都会以香港为一个学习的基地 配合在非洲 欧洲 我们就会有几个一个训练的地方 这个课程是按照我们学员的学历背景 分成为有博士级的 亦都有碩士级的课程 这两个的课程 正是中国教会神乐训练的一个空缺 让内地的教会神乐训练 他们想继续进修的时候 就多了一个渠道 我想鼓励一些对香港有承担的基督徒 和我们一起去更深入的思想 怎样有效地回应香港 这个城市不同的阶层 无论是有钱的 商界的 专业的 穷人的 或者伤残的 都是我觉得福音是可以去到他们当中 我们呼吁对整个城市 有承担有仪仗的 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